是在新竹的西北西方大概8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从微信领图上面可以看到 它的暴风半径呢其实还是笼罩在大部分的台湾上空 而且随着台风逐渐的往西北方向前进 大概会在今天傍晚的前后 会登陆到中国的福建的野岸 此时会是对于金门跟马祖来说影响最大的时候 要提醒当地的民众要开始做好防台准备 因为风雨会逐渐的增强 另外在这段时间随着台风往西北移动 屏东地区其实已经脱离它的暴风圈了 因此在这一报的警戒区有略为缩小 到高雄以北以及东半部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 这个台风它南侧伴随了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 因此虽然脱离了暴风圈 但是中部跟南部的风雨还是相当的强劲的 要提醒大家在今天都要留意强风好雨的现象 那我们从在风力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回波图 来看一下目前降雨的状态 那刚刚有提到 在台风目前是已经来到了台湾海峡北部了 但是在南侧它的对流发展还是相当的旺盛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在西半部地区 尤其中南部的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当中有一些发展比较像红色的区域 这个是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地方 当它在移落的时候就会带来湿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过去这几个小时其实在高雄跟屏东都有部分的侧站 湿雨量超过100毫米 这是非常大的降雨 而从昨天到今天台风影响的期间 其实这个台风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累积雨量 我们从23号一路累积到目前今天早上8点20分的累积雨量上可以看到 最大的累积雨量目前还是在宜兰的太平山有超过1200毫米 但是在这段时间随着台风逐渐进入台湾海峡 我们这边开始吹起西南风之后 中部跟南部的降雨就变得比较明显了 尤其在高雄跟屏东都有部分的山区已经超过1000毫米以上 我们预计这样子的降雨还是会持续的 从电量降水预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其实包括整个西半部 尤其是苗栗 以南 地区 都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出现 其他地方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间接性的大雨或豪雨 我们也持续发布豪雨大海特报 另外包括了澎湖 雨势也是相当明显 金门跟马祖的部分的话 今天雨势也会逐步的增加 到了今天的晚上台风逐渐的接近华南沿岸 我们预计金门跟马祖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出现 那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其实到今天晚上 西半部的降雨有略为减少 但是整体的量值还是相当的大 那一直要到26号 整体的降雨才会有稍微趋缓的趋势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中部跟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现 所以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在今天还是要特别留意豪雨的现象 另外一个部分是风的部分 虽然台风它的强度是有逐渐在减弱 但是这几个小时我们还是在观测到非常大的阵风 从今天零点一直到刚刚的阵风的观测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大的阵风分成两个区域 包括像迎风面的彰化以南 一直到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这边 我们还是观测到沿海有10级到11级的强阵风 我们预计这个样子的情况在今天白天还是会持续 另外一个强风的区域则是在比较靠近东北角的地方 包括苏澳阵风有来到12级 基隆的阵风呢目前也有11级的阵风出现 沿海的空旷地方甚至有12到13级的强阵风 我们同时还是要提醒 这个区域的风力虽然不会像昨天台风直接清洗的时候那么大 但是其实沿海还是会有非常大的阵风出现 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 因此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区在今天需要注意的状况 首先是在新竹以南也就是西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豪雨甚至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预计这个状况在今天一整天都会持续 那强风的部分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 台东跟澎湖同样也是在强降雨的区域当中 所以还是要留意豪雨以及强陌现象 金门马祖则是接下来台风要接近的区域 所以今天会开始感受到风跟雨有明显加强的趋势 另外在其他的地方 虽然说风力也许不会像昨天台风刚登陆的时候这么强 但是还是有些间歇性的强风以及间歇性的大雨 外出同样还是要注意安全 台风虽然已经出海了 但今天还是它在清洗我们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台风消息 做好访台准备提高警觉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台风说明 好当然这个时间点呢最强的风跟雨才准备要开始而已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 强烈台风凯米它的中心位置呢 已经直接登陆到了宜兰南澳 所以现在雷达回波图上面你也可以发现说 确实现在整个比较强的降雨呢 就是在整个迎风面地区 尤其现在主要的雨呢 其实包含上是呢 宜兰一带啊南澳这边呢 时雨量是已经突破了100毫米 来到了102毫米 而另外你也可以发现呢 在这个雷达回波图上面 就因为这整个呢台风的外围环流 其实啊现在南部地区的雨也真的是蛮大的 尤其呢包含上是在嘉义阿里山这边 时雨量已经突破了118毫米 还有包含上是嘉义的竹琪 现在呢时雨量同样是接近了100毫米 现在这一个时间点非常强的剧烈降雨 才准备要开始而已 因此呢就算呢现在凯米台风 它的中心位置正式登陆到了南澳 可是随着它呢逐渐移动的同时 预估呢就会在清晨5点到6点的时候 最有可能是在桃竹苗一带呢 有可能就会出海 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呢 其实全台都是笼罩在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里面 至于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 主要会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包含了台东 以及中部山区 当然随着它登陆之后呢 十级风的暴风半径笼罩范围呢 也会跟着有所调整 所以现在这一个时间点 可能呢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会觉得晚上好像有一点空档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就是因为呢它的路径一度有往南一点 但现在回来北 北转之后呢已经登陆到了台湾 所以现在这一个时间点 北部地区的降雨也准备要开始 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现在呢其实包含了气象鼠 也特别针对了宜兰跟嘉义 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我们再透过了卫星云图 而且是色调卫星云图 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很明显呢 它已经登陆到台湾之后呢 逐渐是往西北的方向来移动 但是北部地区的雨呢 现在准备要开始 不过你可以很明显发现呢 北部地区这边呢 主要它的雨带呢 并不是在这边 墙雨带出现在哪里呢 是比较靠近它的南边的这边的水汽 所以如果说引进了整个新南季风 新南气流真的带进来的话 中南部地区一定要顺防 这些致灾性的降雨还会持续在下 所以未来的雨到底会怎么下 影响时程要进一步来告诉您 主要的降雨呢 现在开始到星期四的一整天呢 都会是南部地区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 强风豪雨等级 甚至山区会出现超大豪雨等级 这移花都能在整个台风逐渐移动的过程当中呢 雨势现在非常的大 但是到了白天之后呢 雨势有机会可以慢慢的缓和下来 这一波雨呢 预计要直到下到了星期五 尤其外围环流影响 加上西南风把整个西南气流带进来 南部地区的雨呢 还会持续有这个山区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 这样的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五 不过如果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开始往后24小时 可能是你我最关键的时间 这个风雨的市景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了雨的变化 其实在南部地区 现在都是属于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 尤其超大豪雨呢 几乎是快要超过它的上限了 所以现在预估呢 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总雨量累积可能突破来到了1800毫米 这可能真的会造成致灾性的一些降雨 而至于风力预估部分呢 其实包含了迎风面地区呢 有机会可能会出现 乘阵风来到了14级 甚至在周三的时候 绿岛一旦呢 强阵风也一度出现了15级 尤其现在气象鼠 还是特别针对了 宜兰的苏澳跟南澳 还有包含了花莲兽林 发布了强风告继 有可能强阵风还会持续来到了14级 甚至呢 随着整个台风移动的过程当中 强阵风的一些风区呢 强风区 地理位置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现在呢 凯米台风已经正式登陆到了 宜兰的南澳 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风雨将会是越来越强 时间交给小韩 再次提醒大家